微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特殊版本的照片应用 其中增加了OCR文本识别功能 但是在不久之后 微软便在新版的照片应用中移除了这个功能 并且下架了之前发布的那个版本 相信正在使用Windows的朋友 大多数在浏览图片时使用的都是Windows内置的照片应用 无论是Windows 10或者Windows 11 照片应用在浏览图片方面确实非常方便 而且默认支持的格式也不少 不知道有没有经常需要复制图片中的文字 而当前最方便的方式 则是使用Windows 11的内置截图工具 但是就是非常的麻烦 即使原来的文件格式是图片 也还要再次截图才能进行识别 所以照片应用增加OCR文字识别功能 无论对于用户 还是对于微软 都是最佳选择 可微软偏偏在短暂的实现之后 却又悄无声息地将该功能移除掉 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猜测可能和Copilot加PC有关 由于Windows 11 24H2存在很多bug 有很多小伙伴当前使用的还是Windows 11 23H2 甚至有些朋友还在使用Windows 10 今天就来分享如何在老版本的Windows 11 或者Windows 10 更新具有OCR文字识别功能的照片应用 首先以Windows 11 24H2作为演示 先看一下系统版本号 Windows 11 24H2 下载安装包 直接双减安装包 重新安装 打开一张图片 如果图片中有文字 下方会自动出现复制所有文本的按钮 点击该按钮 就可以复制所有文字 如果希望复制单个的文本 可以选中 点击右键 复制文本 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 比如记事本 识别率非常高 接下来再以Windows 11 23H2为例 先看一下版本号 Windows 11 23H2 在Windows 11 23H2中安装 过程会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直接双击安装包 会提示少相关依赖包 所以要先安装依赖包 这里有两个 逐个双击安装即可 依赖包安装完成之后 再次双击照片应用的安装包 一几天 请不吝点赖 看一下版本号 打开一张包含文字的图片 依然是可以复制文本 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是Windows 10系统 还是先看一下系统版本号 Windows 1022H2 和Windows 1123H2一样 先安装依赖包 直接双击照片的安装包 点击更新按钮 这里报错了 提示与当前的操作系统不兼容 版本号太低 刚才已经看过了 现在的版本是Windows 1022H2 要解决这个问题 再现安装Windows 10更新到最新版 现在已经完成了所有更新 来看一下系统版本号 依然是Windows 1022H2 但是操作系统内部版本已经更新 尝试重新安装 之前已经安装了依赖包 所以现在直接安装照片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OK OK 更新安装完成 看一下版本号 打开任意一张包含文字的图片 现在已经出现复制所有文本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 文字就可以复制了 打开记事本 粘贴文字的图片 OK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换一张图片试一下 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这些所有文本都会被复制 如果不想复制所有的本 可以选择需要复制的文本 识别率依然非常高 可以说是100%正确 这就是在Windows 10上如何更新 Windows 11上的照片应用 让照片具有OCR识别功能 根据这个原理 Windows 11上只要具有人工智能功能的内置应用 都可以更新到Windows 10或老版本的Windows 11 比如具有OCR文字识别功能的截图工具 或者带有AI功能的记事本 应该都可以直接迁移到Windows 10平台 如果大家有兴趣 改天可以制作一期这样的视频 最好请大家不要忘了一键三连